弟兄姐妹们,我们刚刚参与了一场庄严集会 这种例行集会的方式可追溯至圣经时代 当时古代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感受主的同在 并庆祝他所赐的祝福 这种古代集会方式已经透过先知约瑟斯密复兴 我们有幸能生活在这个时代 我敦促各位要将你们参与这场最神圣的聚会中所感受到的事 记录在个人日记中 最近我们告别了我们亲爱的朋友和先知多玛莫孙会长 虽然我们都很想念他 但我们也深深感激主召唤了一位新的先知 罗素纳尔逊会长来主领他的教会 现在我们以仅仅有序的方式 开启了教会历史的新篇章 这是一项神所赐的珍贵礼物 我们每个人在举手支持纳尔逊会长时 代表我们在神面前作证 并承认他是孟孙会长的合法继任者 他从主那里接受指示 我们举手表示我们承诺要听从他的声音 主说过 你们要听从他所接受 并给予你们的一切话语和诫命 你们用一切耐心和信心接受他的话 就像从我口中接受一样 我认识这位新任的先知会长 已经有六十多年 也和他一起在十二使徒定额主中服务了三十三年 我见证主的手 一直在准备他成为我们的主灵使徒和先知 来管理世上一切神圣圣职的全要 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完全地支持他和他的支离 并遵循他们的指示 我们也诚挚地欢迎江长老和尤里希斯苏瑞长老 成为十二使徒定额主的成员 我们在此荣耀的复活节周末 庆祝耶稣的复活 他在复活后向门徒显现 说道 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差遣了我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注意这段经文提到两个步骤 他差遣了他的儿子 只差遣了他的仆人 世上的男女 来完成他们的事工 这群蒙召唤从事主事工的人 都是不完美的凡人 对此我们不应感到惊讶 经文里详细描述了许多蒙神召唤的男女 完成伟大事工的故事 他们是天父良善的儿女 蒙召唤担任教会的指派工作 并尽其所能地努力服务 但他们没有人是完美的 我们也是一样 基于实际 我们都有人性的弱点和缺失 大家要如何相互扶持 向前迈进呢 这要从信心开始做起 对主耶稣基督真诚的信心 对救主的信心 是基督的福音和教义的首要原则 几年前 我到圣地去参观 我们开车经过一株芥菜植物的时候 亚伯汉大学耶路撒冷中心主任问我 是否看过芥菜种 我没看过 因此我们停下来 他拿芥菜的种子给我看 这些种子真的出奇地小 于是我想起了耶稣的教导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 像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从这边挪到那边 他也必挪去 并且你们没有一件 不能做的事了 我们和神的儿女一起服务时 包括我们的家人 教会成员和那些 还不是教会成员的人 如果我们有像芥菜种 那么小的信心 主就会将阻挡在 我们任务面前 那座沮丧和 怀疑的大山挪开 弟兄姐妹们 如果我们能真正对 基督运用最小的信心 也就是芥菜种的信心 人生就会充满信心 喜乐 幸福 希望 和爱 乔治斯密长老 记得 先知约斯斯密给他的一些忠告 他告诉我 无论周遭情况多么困难 绝不可沮丧 绝不可沮丧 加给我的力量 凡事都能做 明白这一点 是另一项神所赐的珍贵礼物 除了我所提到的这些礼物 还有很多其他的礼物 我现在只是要谈论 其中几个安喜日 圣餐 为人服务的礼物 还有我们救主这项 神所赐的无与伦比的礼物 安喜日的力量 就是在教会和家中体验到 主的灵所带来的喜乐 喜悦和温暖 不被任何事物分心 有太多人让自己的生活 几乎离不开网络与智慧行装置 荧幕的光 不分昼夜地照在他们脸上 他们的耳朵塞着耳机 阻隔了圣灵微小的声音 如果我们不找出时间 拿下耳机 就可能会错失良机 而无法听到他的声音说 要静下来 要知道我是神 善用主所启发的先进科技 并没有什么不对 但我们必须明智地运用这些科技 要记得安息日这项礼物 我们绝对不能把领受圣餐的祝福 当成例行公事 或只是圣餐聚会中做的某件事 在一整个星期中 我们只有这七十分钟 可以暂停脚步 在生活中寻得更多平安 喜悦和幸福 我们藉由领受圣餐和更新圣约 来向主表明我们确实一直记得他 他的赎罪 是神所赐的慈爱礼物 为天父的儿女服务 是一项特权 让我们有机会跟从神爱子的榜样 来互相服务 有些服务机会是正式的 在我们的家中 教会的召唤 以及参与社区服务的组织 教会的成员 无论男女 也无论他们住在哪里 若有渴望在政府各层级竞选公职 就不应感到犹豫 今日 在我们的学校 城市和国家 我们的声音很重要 只要民主制度存在 身为教会成员的我们 就有责任投票选出品德高尚 愿意服务的男女 有许多服务机会是非正式的 未经指派的 随着我们帮助在人生旅途中 相遇的人而来 要记得耶稣运用了 好撒玛利亚人的例子 教导那位律法师说 我们应该爱神 和爱我们的灵色 如同爱自己一样 福务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窗 让我们了解基督的生平 和传道事工 他来到世上服务 如同经文教导 正如神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并请要舍命做多人的赎假 彼得谈到耶稣时 用这八个字对救主的城市传道 做了最贴切的描述 他周留四方 行善事 主耶稣基督是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礼物中最珍贵的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尼斐说明了救主的重要性 他宣告 我们谈论基督 我们因基督而快乐 我们传扬基督 我们预言基督 我们依照我们的预言做记录 好使我们的子孙知道 去哪里寻求罪的赦免 我们必须随时随地地 以基督为我们的生活中心 我们应记得 我们崇拜场所所显示他的名 我们奉他的名受洗 我们奉他的名接受证实 案例 恩道们和婚姻印证 我们领受圣餐 承诺要承受他的名 并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最后 圣餐祈祷文中提到 我们要一直记得他 在我们准备迎接明天的复活主日时 让我们记得基督是至高无上的 他是公义的法官 是我们可靠的宗保 蒙福的救赎主 好牧人 应许的弥赛亚 忠实的朋友 还有许许多多的角色 他的确是父所赐给我们一项 非常珍贵的礼物 在我们的门徒身份中 有许多要求 关注和指派的工作 然而我们必须一直将某些活动 置于教会成员身份的核心 主命令 因此要忠信 善定我指定你的职责 援助软弱的人 扶起垂下的手 兼顾无力的习 这是采取行动的教会 这是纯正的信仰 这是福音的真谛 我们要援助 扶起兼顾那些在属世和属灵上 有需要的人 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去拜访和协助他们 好使他们对天父 和对耶稣基督 及其赎罪的信心见证 能稳固的升职在他们心中 愿主能帮助并祝福我们 让我们再珍惜 祂在复兴教会中的成员身份 我祈求 我们会对天父所有儿女充满爱心 能查学他们的需要 并愿意清楚且仁慈地回答 他们对福音的问题与疑虑 以增进对彼此的了解与感激 我见证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在这总会大会将要接受的教导 是由先知和使徒 总会持有权柄人员 以及担任教会总会职员的姐妹领袖 带给我们灵感启发 愿主的喜乐与平安能伴随每个人 这是我的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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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